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的陆毅正端着一盆水进入他的房间 准备给靠坐在床头的他洗脸 陆毅还没走两步 惊吓阻止道 别进来 陆毅停下脚步 刚想问怎么了 没问出口 一股难闻的味道扑鼻而来 他不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并没有退出房间 而是向惊吓靠近 惊吓这时害怕极了 这么丢脸的事 让他以后怎么面对陆毅 对着他大声吼道 别进来 陆毅不一 直径走到床边 将手里的洗脸盆放在床头柜上 随后 手捏着盖在惊吓身上的被子 惊吓死死抓住被子 出去 陆毅没走 手还捏着被子 惊吓急了 愤怒道 我叫你出去 你听不懂吗 家里就陆毅和惊吓两人 陆毅要是出去了 谁给惊吓换裤子 换床单 惊吓见他没走 在他面前 他真的无法面对这样尴尬的自己 也不想他看见他那尴尬的一面 他情绪坏到了极致 伸手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洗脸盆 洗脸盆的水全部撒在了陆毅的身上 他哭着大声说 出去 出去 你出去 我求你了 最后一句 他说得歇斯底里 陆毅此时又恨又无奈 也不知如何去安慰他 他本来就不善言辞 我让护工到家里来 惊吓没有说话 也没有勇气看他 低着头 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 一滴接一滴地落在被子上 现在不是在医院 护工不能立刻赶来 最快也得二十多分钟 陆毅不顾自己身上湿漉漉的衣服 想再次给他处理 这比杀了惊吓更让他难受 他咆哮道 你出去 我不想看见你 忍二十多分钟 总比情绪失控得好 陆毅不再勉强 离开了惊吓的房间 无能为力地站在惊吓的卧室门口 卧室里的惊吓后悔极了 恨自己昨晚为什么要心软和陆毅相认 他不想这样出现在陆毅面前 他想像一只娇艳的红玫瑰出现在他面前 即使他不能直立行走了 他心中还住着一只娇艳的红玫瑰 现在他唯一的盼头都没有了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可是他真的不甘心 不甘心让害他的人今后吃香的 喝辣的 而他却要做一个冤死鬼 不甘心又能如何 他想给他的律师打个电话 可他的手机在车祸中损坏了 家里也没有备用手机 他知道陆毅就在门外 陆毅 去帮我买个手机 陆毅回说 等护工来了我再去 之后两人就没有了谈话 一个在屋里一个在屋外 只剩一声声的叹息声伴随着屋里时不时的哭泣声 陆毅在电话里给护工出了天假 两名女护工只用了十多分钟就来到金夏的家中 陆毅交代护工照顾好金夏 他便出门帮金夏买手机 再回来时 陆毅看见两名女护工在打扫房间 房间里没有金夏 他问道 金夏呢 一名女护工回道 在洗手间 说吧 那名女护工往洗手间走去 推开洗手间的门大叫一声 金夏小姐割腕自杀了 陆毅急忙向洗手间冲去 看见地上有一滩鞋 金夏闭着眼睛坐在马桶上 左手手腕处有一道很长的伤口 伤口处有鲜血直往下滴 而金夏右脚边有一把锋利的剪刀 剪刀一侧有着鲜血 陆毅看到这一幕 心都碎了 医院里 金夏再一次被送进了抢救室 陆毅怎么也没有想到 曾经乐观开朗的金夏会选择自杀 他出去也就一个多小时而已 昨晚他的状态明明还不错的 就因为今天早上的事吗 在陆毅看来 病人如此 那是最正常不过的 金夏为何要走这一步 可他不知道的事是 金夏不想这么没有尊严地在他面前活下去 金夏还没抢救过来 陆毅就接到金夏的病危通知书 金夏失血过多 以金夏目前的情况 即使就回来 也会变成植物人 再次醒来的几率几乎为零 陆毅的世界瞬间黑暗了 医生在等袁青山的答案 救还是不救 没等袁青山回答 陆毅就出声道 救 就这么一个字 莫名让在场的所有人身体不自觉地抖了抖 袁厉抖得最是厉害 也许是亏心事做多了 刚刚他还给袁青山使眼色 让袁青山放弃救治的 经过医生的权力抢救 金夏命是保住了 但医生直接给金夏判了死刑 变成了植物人 醒来的几率为零 这个结果有人哭也有人笑 当袁厉正喜洋洋地想管理整个袁氏集团时 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 金夏自杀前用护工的手机给金夏的律师张桓打了电话 让陆毅继承他所有的遗产 金夏现在跟死了没有什么区别 金夏的律师张桓照做 陆毅红着眼眶 忍受着万箭穿心之痛接受 袁厉气得直跺脚 他费了这么大的功夫 却给陆毅做了嫁衣 他不服 将陆毅告上了法庭 他给法官送礼 本以为这场官司势在必得 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张桓是金牌律师 曾经是金夏爷爷的律师 做了原家二十几年的律师 自然忠于金夏 金夏在医院危险更大 陆毅把金夏接回家 请了两个护工和一个医生到家里来照顾他 他对公司的业务不了解 不得不一边照顾金夏 一边加班加点学习金融知识 好在金夏之前的秘书安娜是一个能干的秘书 她勉强能在公司立足下去 原历极了 可她还有一个筹码 就是怀孕的是 现在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金夏没醒来之前 顾申不忍心加害金夏 纠结着要不要娶她 后来 陆毅接管了公司 顾家父母出面 直接让原历把孩子打掉 原历可不是任由人摆弄之人 表面上答应了 然后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和顾申的合照 秀恩爱还透露自己怀孕的消息 原历和顾申在一起 还怀孕的是 一下子传开了 别人纷纷问顾家父母什么时候办喜酒 顾家父母迫于无奈 只能同意顾申取原历 婚礼当天 有人欢喜有人忧 顾申父母担心原历进了家门后 顾家从此就不幸顾了 原历穿着婚纱 满脸笑意地和顾申走在红毯上 在原历和顾申交换戒指时 思宜让后台放一首喜悦的歌曲 不料 听见原历和苏珊这样的一段对话道 苏珊道 莉莉 你想清楚了没有 顾家可不是能任由你胡闹的地方 再过些时间 你的肚子没有大起来 顾家人发现你是假怀孕 你的名声就会彻底扫地了 原历道 妈 不用担心 对策我都想好了 先嫁进去 然后找个时机假装流产就好了 听到这段对话 整个婚礼现场的人都惊呆了 没有任何人敢出声 顾母愤怒地走到原历面前 狠狠地在原历脸上打了一巴掌 原历惊慌失措地拉着顾申的手臂 顾申并没有同情她 狠狠地甩开 为什么要骗我 事情发展成这样的场面 原历再也无法狡辩 颤抖地握着顾申的手说 我是因为太爱你了 害怕失去你 顾申又一次狠狠地甩开了她的手臂 扔掉手中的戒指 扯掉胸前的新兰花 愤怒离去 路易躲在礼堂的不远处 看到这里 她也不想看了 转身离去 婚礼上的歌曲是路易掉包的 找不到原历加害今夏的证据 那就先让原历鸣声扫地 她查看过今夏被撞毁的车 确实是刹车失灵而导致车祸 但刹车失灵是人为造成的 原历的婚礼 她没有参加 原历一家没有人邀请她来参加 自从原历将路易告上法庭后 原历一家和她断了联系 也和今夏断了联系 台下所有人都在指责原历 以及原历的一家 原历不理会 追着顾身而去 顾身 你听我解释 告诉我 那天晚上 我们到底发生没发生 她对着原历大吼 第一次对原历发这么大的脾气 她记得那晚她喝醉了 原历送她回酒店 然后醒来就发现原历裸着身体躺在她身边 中间她一点印象也没有 顾身是她目前唯一的稻草 她必须得牢牢抓住 想说有 顾身凶狠的眼神看着她 说实话 有 她的尾声拖得很长 很明显没有底气 这个时候 你还要说谎吗 我那是因为太爱你了 才出此下策 顾身不屑冷笑一声 破坏我之前的婚约 扰乱我的名声 你这叫爱我 原历愣住了 半想才到 你怎么知道 你之前的婚约是我破坏的 原历 我不是傻子 留下这一句 顾身再也不想多说什么 把原历扔在原地 大步离去 她的眼睛会看 脑子会思考 她的酒量是多少她知道 酒后是什么品行 她也知道 只怕有个万一 才相信了原历 路易没有学历 参加高考的事 是公开的事 顾身绝不相信 一只娇艳的玫瑰 会对一颗小草低头 顾身失魂落魄地走着 从衣服里 掏出一张发黄的照片 照片里 是一个还在墙堡里的小婴儿 她抚摸着照片里 婴儿的脸颊 心道 小小 你在哪 哥好想你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 你 我一会儿 我一会儿